目光在聚焦法国 我们的节目的前幕9报道了 法国华侨华人为改善治安问题 发起了万人签名活动 还给法国总理瓦尔斯写了一封请愿信 现在事情有了最新的进展 法国总理瓦尔斯回信了 你看就是图片当中的这封信 瓦尔斯在信中承诺 说法国政府会采取一切措施 保证法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安全 他也要求内政部长 关注在法华侨华人安全问题 并将相关事宜 直接告知法国华侨华人会 执行主席王嘉青 前段时间法国的亚裔群体 成为了暴力犯罪团伙 袭击的高危目标 特别是因为华裔喜欢的 随身携带现金 或者是家里边留一些现金 因此入室偷盗和拦路抢劫 华人的案件是时有发生 一名曾经在巴黎地铁上 遭到偷窃的中国网友说 自己去警察局报案的时候 前面就排了好几倍华人 都是被偷 被抢的受害者 如果只是损失点财产 这还算轻的 来看 照片当中是巴黎的一家 名叫红星卡的中餐馆 今年年初 餐馆的业主一对华人夫妇 就在自家的餐馆当中 遭到了两名歹徒的袭击 夫妻俩一死一伤 这些案件也成为了 反暴力要安全万人签名活动的导火索 目前活动已经有两万五千余人签名 近一千五百家的商户盖章支持 我们也希望在法国的华人同胞 安心生活工作的愿望 可以早日实现